大家好,我是Gan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做一个影片 今天的影片是那个观音菩萨 就像往常一样 当你们要做影片的时候 你们都要想 你到底做这个影片你是想表达什么 就是说你要怎么把你的东西呈现给别人看 给观众看 无论你做的任何东西包括特效或者效果 你想做的那个影片 它的意义在哪里 可能你要说有些是搞笑的 有些是做新闻话题的 每个的不同的话题 不同的影片 它的做法都不一样 但是我这个是属于比较 比较放松心情的一种影片 那么我就 就照我想要的想法去弄 那么 刚开始呢 同样的你都是要在这里 同样的就是说 你要先开一个文件档案 发号 new project 开了之后呢 你就按 import 在你的左下 在你的左下左上角那边有一个 import icon 有个 document 你就去按 import media files 按了之后你就去选 比如说现在我就去选咯 同样的我要去选比如说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 voice998996 vill record 有1 然后mp3 我就按 open咯 按 open之后呢 它就会呈现在这个 这个软件的中间 那么弄了之后呢 你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拉下来了 哦 比如说你要呈现这个东西 你就拉下来 哦 因为这个我现在不需要嘛 我就按 按delay了 哦 那么 啊 这个影片呢 啊 刚开始呢 我在做影片的时候 一路以来 我都只是一个大概的做法 啊 他的 他的东西都只是一个大概的 呃 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传达的是 第一 要有 简体字跟繁体字 啊 两种 肢体 为什么我会 放 这个字体呢 因为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有些人都只会看 简体字 或者是繁体字而已 那么我做这个 把这两个字体呢 放在一起呢 就是说 希望大家不只是 看自己熟悉的字 字眼而已 也希望说 如果啊 比如说 你只会简体字的 你可以看一下繁体字的 那个写法是怎样 是如何 同样的 如果你是繁体字 只是看繁体字 只会懂繁体字的人 你 就可以看一下 简体字的写法是怎么样 但是 在我所知道的方 做法呢 刚好我的认知呢 那 简体字的字眼呢 肯定是比繁体字 来得比较简单 啊 但是写法呢 如果说 神美的话 两个都有 都是 都是有它的 它的 优点 它的 它的美 它的美 艺术在那里 这个照片呢 我只是用一 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观音菩萨 我们叫观音菩萨 或者我叫它观音菩萨 附近话叫观音菩 那么 我把它拉下来了之后呢 它就会呈现在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第一个 column1 那么column1呢 我就把它拉咯 拉到完 把它拉 比如说我这样子 我把它拉下来之后 我就把它拉 因为我要在这张照片里面 做一些改变 其实 在做 在解释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影片 刚开始呢 它的文件档案 之前的file 已经不见了 已经坏了 开 开了那个文件档案 是开不了的 这个影片的文件档案呢 我是另外再重新再做过 就是说完全 是零的 从零开始 第二次的零开始 然后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 如果说一些影片 你觉得它比较复杂 比较 它的那个电脑 可能比较受不了的话 第一 你就不要 尽量不要弄得那么复杂 或者是说 你在弄的时候 你可以 储存在两个档案 两个文 两个document 两个file 因为就是以防万一 好像我这样子 突然间 它的文件档案不见了 会坏了 那么你的 所做的东西 就已经白费了 你要重新来过 那重新来过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 我就是经历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下一次 我真的有一些东西 比较复杂的话 我还是会把它 储存 save在两个file 两个document 以防万一说 突然间 有一个文件 弄不了了 或者 开不了了 我至少还有另外一个 backup 就是另外一个备用 那么幸好过后 我就有 在做了之后呢 我就有 这个想法 然后我就重新再 跟它弄过 幸好 还是 OK 没有问题 通常是这样子 那么 当我把它拉 放在这个column1的时候呢 所以还有声音咯 我的 我唱歌的声音 然后我也放上去 之后呢 我就 那时候我没有想 我只是 好像之前用的 split这个方式咯 但是过后呢 我就发现到 其实你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你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你这边 你去按duration 你去按 你去按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放多少 那我就随便放一个 一个 啊 啊 4秒 4秒 然后 啊 因为 我是想要把它连结在一起嘛 那么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 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就在copy and paste咯 啊 就在它重复 在copy and paste 就变成第三个咯 然后呢 啊 我就在每一个 照片呢 我就按fix or enhance 同样的我用color adjustment咯 我就把它拉 哦 把它拉 因为我想在不一样 做每个照片都做不一样的颜色嘛 不一样的调色 所以我就把它拉咯 就是在file fix or enhance color adjustment 我在file 跟saturation 这边我就把它调整 啊 这边我就 一样的 也是用fix or enhance 再拉 再拉 好 那么 当你这边呈现的时候 在这里呢 它就呈现 三个不一样的 好 现在把它拉短 先拉短 我把它放 一分钟 啊 放一分 啊 两分钟 OK 然后我想先给大家看 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它呈 粉红色到紫色到青色 这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方式 然后我怎么把它连接成 啊 全部都都比较顺畅了 就是 在我做这个影片的当中 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就放 比如说这样子 八分钟 一个影 一个照片 我放八分钟 然后我就在这个 啊 一二三四五六 text的下面 第六 左边 我就 拉咯 我就放这个 不一样的 那个 效果 比如说这个是 fade 啊 然后这个是 啊 drain 啊 比如说这样子啦 我就这样子放 然后 它就会变成 啊 粉红色的时候呢 它就会 有一个 效果 特效 然后它会变成 紫色 然后再 再 再就 就变成一个 青色的照片 那么 我的影片 就是这样子弄的 好 然后 每一个 当你弄好每一个 不一样的 颜色之后呢 包括 可能 啊 每个都 它的 效果都不一样 啊 啊 比如说这个 啊 啊 啊 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它的它的整个过程是如何 那么啊 啊 当我在调整这些颜色的之后呢 我就 从其它东西 地方下 啊 做一些特效咯 比如说这个 这个 你要知道它的特效是什么样的 你就要按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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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有 的 效果 它 它就会变成 这样子 这样子 好像透 啊 那个 X光这样子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像 Blocken Gas 好 另外一个又是 Bloom 哦 Bloom 就是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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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效果 颜色比较光亮 哦 然后 这个呢 又是什么 Bomb Map 和Bubble 哦 就是 这个 这个 啊 啊 那么 其实你不要 当你在做影片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 到底你要 啊 有什么效果 怎么样啊 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 知道 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呢就是 你看了 你会觉得 有什么 好 好看吗 或者觉得舒服吗 或者觉得 这个影片的效果是你想要的吗 那么就好了 因为 这个 这个不是广告吗 广告的话你会有一些特定的 哦 效果你不能更 可能你稍微更改一些 就是自由式的 方式来制作你的影片 你怎么做都行 只要你觉得 你想要表达的是 它的效果出来是你想要的就好了 那么 在这里呢 它的每个效果都不一样 哦 那么 那么之后呢 啊 啊 当然的这边是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是我的 那个声音 咯 就是在第二 column 啊 第二个 就是那个 啊 有限 咯 copy 然后这个 第三个就是那照片 我的照片咯 啊 然后第四个就是 啊 日期啦 啊 就是 放一些字体 啊 我唱歌的日期 唱歌时候的日期 啊 第五个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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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这个 这个简体字啊 啊 那么 啊 然后第六个就是啊 啊 我的那个 web page啊 maintain one 跟use fence 有限 06 那么这个 啊 字体呢 我怎么放呢 你就要在 这第五个字体 dex 啊 你就先去哪个 modify 或者是你 double click 按两下都可以 同样的 你第一个你要 它的字体 为什么会有颜色呢 啊 你先放第一个 你放 default 第二个 之后呢 然后呢 你就放找咯 你就按 啊 你要的字体 比如说我要放 我是放这个area 啊 十六 啊 十六是它的那个 字体的大 size 它的宽度 啊 然后啊 横横的 这个是放 align text left 就是说啊 你的字体 你要往左边 全部的集中 是在往左边 然后 啊 过后呢 你就在这边 啊 default的上面 你就按 Font face 就是它这个字体的里面的那个颜色啊 比如说现在我要放这个青色 它就呈现青色咯 如果要放白色 蓝色 它就是会跑蓝色出来咯 如果现在我是放白色嘛 它就是蓝白色画面出来 过后呢 就放这个啦 啊 apply border apply border apply border 就是它的那个周围的那个颜色 线条的颜色 啊 因为我是放粉红色嘛 比如说现在我要放青色 它就全部放小白色咯 如果我要放 啊 啊 啊 红色 它就会发现呈现红色咯 啊 那么这个也是我在弄的时候我才发现到的 啊 然后 这个是 给那些 你喜欢放字体的颜色啊 比较好看的啊 然后呢 啊 啊 再来就是 好了之后呢 ok 我是这么做的 当我在做一个影片的时候 我呈现给大家看啊 啊 啊 我先做一个 copy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paste 嗯 我呈现给大家看啊 ok 比如说现在我是这样子 ok 当它 没有东西 我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一点 嗯 ok 这个字体 当 我在弄这个字体的时候 它做法是这样子 它从这个两个字会变成四个字 这个四行 啊 这个方式是怎么做的呢 当你在弄了这个 比如说现在我拉这个 你要怎么做 你先 在这个你想要放的字 啊 输入的字体呢 你就先放你想要的字体咯 好 放了之后你就按去modify 啊 你 啊 选了这个apply front face 哎 front face 跟这个apply border之后呢 啊 你 它的字体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也就 第一个你先放你要放的字体 比如说现在你要放四行字体 四行字体啊 放好了之后呢 比如说你要它的它的可能可能刚开始它有只是有两个两行 好了之后呢 你自己按 split 按 split 按 split 之后呢 你就在第一个个第一个字体的 text呢 你就按 modify 你就是去改咯 哦 就是改 因为你不你不要 你不要有这个啊 第一你不要有四行嘛 四行字体嘛 你只要两行 啊 那么你就这样子 改了之后呢 你就按 ok 然后 第二个 它就会有四行字体 所以 它这么做呢 就已经是 会减少你一些 不必要的 麻烦 哦 而且 也比较容易 好了之后你去按 你要试试看嘛 它的效果 你就按 launch media 啊 啊 在右脚 右手边按 然后你就这样子放 它就是从 两行字体 然后变成 很错 它就会从 两行字体 变成 四行字体 啊 那么你这么做呢 就已经是剪 变成 变成 减少麻烦的 也不需要那么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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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省掉一些地方 啊 哦 那么 通 通常我放字体 我都是这样子放 啊 啊 如果说你要 那么的好像之前我做的 你不要这样子的 你就是 这样子咯 哦 也可以啊 这样子也可以啊 啊 但是 我会觉得啊 每个方法都可以啦 可以 可以用 只看你怎么做 然后呢 好了之后 你要 连接嘛 哦 它的字体 你要连接它的字体 它的效果 然后 比如说这样子 它的字体 又会从四行 然后会转去变两行 这个方法呢 你就是 用 同样的 用这个Transition Room 第六个 左边的第六个 icon 效果 特效 你就去放这个 Feed 哦 放Feed了之后呢 它就会 好像 转变 它的那个 它的 从两行 转回去四行 啊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然后好了之后呢 你就去按 啊 比如说 现在我要 它的 它的画面呢 我要给它 啊 啊 跑 啊 啊 会跑掉的 啊 比如说它会跑掉 这样子的特效 啊 那么我就用这个 啊 啊 就是 Default 就是 insert title 的下面 啊 这个 然后你就去放 第二个 那个效果 特效 啊 就去放这个咯 March 啊 看到吗 它走了之后呢 它 它 就会变成 它会好像走掉 啊 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啊 那么 这个就是 基本上我所用的方式 啊 其实 都 方式都是一样 然后 你每一个照片 啊 它都有不一样的特效 啊 那么 啊 还有什么 这个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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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w跟smoke snow跟smoke就是这样子啦 它有 雪跟那个烟 然后呢 it is snow continuous shooting continuous shooting 就是这个咯 continuous shooting就是这边 在第二个icon continuous shooting 哦 然后 这个又有三个不一样的 mediable flip color 都没有什么啦 就是 然后 啊 在这里呢我又放 哦 好 你不要去理到底它 它的效果是如何 只要你看到你觉得好看 觉得适合 你想要的就好了 哦 哦 然后它 flip 啊 啊 然后 这个又是什么 color focus text text x-ray 它就是好像那个 啊 透透明是透 然后这个 哦 然后就是 就是 用这个 用solaris 嗯 solaris 就是这样子的 透明 然后 然后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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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咯 ColorH Bloom 啊 ColorH Bloom 然后又有这个 啊 这个呢 在这个影片呢 我在这个影片呢 我也做两个版本 一个是普通的 嗯 另外一个是啊 宝怪的 那个宝版本 啊 这个 字体方面呢 我只是怎么做呢 就是 在这个 整个字体呢 我就是 Copy and paste 那之后呢 Copy and paste 那之后呢 同样的 这个 两个声音呢 我也是copy and paste 哦 这两个 现在我教你的是 我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效果 OK 他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之前我有说过嘛 如果你要改一些声音的话 你就去Edit Audio 哦 你就去弄 弄了之后呢 你还要 弄了之后呢 你就去按 Pitch哦 声音咯 你把它拉高 OK 然后你就去Change 好了之后呢 你看到你要拉多高啦 哦 要拉两次 也可以 然后 然后如果你是Change Speed咯 把它加快 哦 如果你拉高的话 它就会变成 这个是慢的嘛 不然你要拉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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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这个 你要再拉 OK OK 然后你要再拉 OK 然后你要再拉 拉比较快 那么它就会变成 有个效果啦 哦 那么它的 就会出现 这样的版本 啊 当你的字眼的话 它 那个声音的话 它会变成 啊 比较短 因为它已经加快 上的速度嘛 啊 所以你就会变成 嗯 嗯 嗯 那么 这个版本呢 就是这样子来的 哦 然后字体呢 也就是同样的咯 你要加加快咯 加快它的字体咯 比如说它字体 原本是这么长的 你要变成 像这么短的 它的声音 已经加快了嘛 那么你就 在这个字体方面 你就按 跟它拉哦 拉的比较短 那不或者 你按Duration 你把它剪 变成3 那它就变成 比较 短咯 啊 然后同样的 因为 不会它的 它的速度已经加快嘛 所以它的字体肯定是 会比较 比较快 那么你就拉 在Dex这边 你就拉 拉到你想要看到的效果 啊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听咯 听那个声音 比如说 这个声音到这里 到哪里 啊 它 一定到这里了 我就按Split咯 我就看咯 看到哪里咯 但是 或者是 你啊 你不熟悉 你就在这里的话 你就 到了一个 这个声音的 这个界限呢 你就按Dex 然后你就把它拉咯 啊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你到了这里 你已经 在这里嘛 你知道它的那个声音 到这里 你它字体 它字眼是到这里嘛 你就按Dex 然后你就把它拉 然后它就是在这里 然后如果现在 另外一个 你要知道 可能它的字体在这里 它的声音 已经到这里了 它字体应该到这里而已 那么你就按Dex 然后你就要再拉 哦 这里 所以它就会变成 它的字体比较快 它就 它就 你的字体呢 就会跟着你的声音一起走咯 啊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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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幸好 我 啊 还有那个 记忆 啊 对这个影片的记忆 so 之前已经不见了 完全是不见了 所以 又重新来 再做过一个 所以 做好了 还好 现在我就 还好 现在 还有 还有笑 还弄 弄好 能够弄好它 那么 基本上 同样的 你要的特色 全部在左边咯 左边这里 啊 然后 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 每一个效果都不一样咯 啊 很多时候我在做影片的时候 我是让它自己走 可能你在弄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这个效果 有一个想法 但是当突然间 当你拉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空间 啊 突然间没有补上 的话 啊 你当你看了这个 你的影片 你会觉得 哎 刚好是你想要的 那么就让它走吧 啊 有时候不一定是说 你计划的 可能你计划的感不上变化吧 但是至少你 你让它自由发挥 啊 虽然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弄的 但是有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空间 你 也是 一种设计吧 一种影片的设计 方式 不一定是说 你要 完全全跟着 那个计划来走 啊 可能效果 会比你之前想的 更加好一些 那么现在呢 我就让大家看 它的 它的 它的方式 啊 第一个 我 当 因为我要 好像一个梦幻的这个做法 我就把它 用 cross 我把它拉 拉下来 然后它就会变成 这个做法 这个 这个效果 啊 啊 然后我就让大家看 它的做法是什么 它的效果 是 它 它就会变成 它就会变成 上座三世灵安宁,阿川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众生,阿观是一菩萨, 阿川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阿川是一菩萨, 阿川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阿川是一菩萨, 做人要不悔不觉,当做好事心坚定,阿观是一菩萨, 阿川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阿观是一菩萨, 大自大为独独生,阿观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 阿观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阿观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阿观是一菩萨, 阿观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阿观是一菩萨, 阿观是一菩萨,大自大为独独生,阿观是一菩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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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